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乡村振兴破画新蓝图 在厦门有不少台农台青融入当地 扎根乡村祝梦田野 他们表示文件的出台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未来台胞参与乡村振兴的舞台更加的宽广 俊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执行长 做新兴介绍 在乡村发展 乡村智力方面 台湾青年大有可危 在吉美后西城内村 这间原本破败的民房已经修缮一新 这里将被打造成两岸青年创作展厅和工作坊 是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就是一个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 那这个合作基地它是从五大振兴 就是一个是人才 然后再来就是文化 然后再来是组织生态和产业 不同的维度 我们都已经目前安排了台青的项目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乡村振兴的参与 那在今年上半年 会完成的 第一个就是人才方面 我们会成立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发展研究院 然后把台湾的这些专家引入到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产业来 去年大陆出台了农林22条措施 支持台包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如今在中央文件与会台措施的双重加持下 大陆乡村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 不少台湾青年看准机会从乡村出道在土地里淘金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高标准建设农田建设 那这个项目最主要的成效就是节水灌溉 台湾的社区营造它因为它是就是把整个社区的文化历史 把它包装成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我希望就是能够借由这样的品牌的方式 然后助力我们这边的乡村文化推动文旅 今年的话把这个火龙果园子 要把它对外开放 游客来这边可以体验一下采摘烧烤 还有我们一具在园子里面也会打造一些网红打卡点 我们想要一个台湾的元素 2015年曾军毅从台湾彰化来到厦门祥安 与大宅社区共建了火龙果专业合作社 随着火龙果市场日趋饱和 面对发展瓶颈 曾军毅正在积极探索产业转型之路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 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 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 乡村休闲旅游 农村电商等产业给他们不少启发 我们是要先把一产做好 把一些荒地把它整合起来 增加一些元素 像巴勒啦 还有那个波罗蜜 可以延伸这一块身家工 接着旅游 游客来 他也可以带一些伴手礼 利用这个我们富济的这个学校 打造成一个田间一个学校的概念 那就作为一个研学基地 配套有一些这个住宿 还有这个培训教室 还有食堂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接待一些这种 研学的这种团队 谢谢大家